我觉得呢 唐糖其实她还是 在这里面有成长 她说以前她是 不太愿意说话高冷 不太愿意亲近别人 她在这里学会了 跟别人的去交流 虽然最后 不是她真正如愿的 因为感情不是 什么都能如愿的 我真的有句话 想对唐糖 还有很多像唐糖 这样的女孩子说 就是你一定要 一直相信爱情 你一定要敢于 袒露自己的柔软 虽然可能有些时候 世界给我们的回答 不都那么温柔 但这个是必然的过程 我想说被动型人格 在恋爱中没有错 但是有一点挺关键的 就是被动型人格 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是你不会主动去判断 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究竟什么才适合你 这也是唐糖为什么 到最后才哭成 泪崩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她要改的 不是说我是主动还是被动 只是说你一定要分清楚的事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是说谁接触你 你就要去喜欢谁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这个才是挺关键的一点 说得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